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間 星期三兩場歐聯賽事 首先介紹就是曼聯主場對巴塞龍拿 這場球真的不睡覺都一定要看 曼聯主場對著星光泣泣的巴塞 兩隊都非常強勁 球迷都非常多 我都是曼聯的球迷 可以說回一件事 其實這場球 好看真的未必好吃 但我亦有信心推介給大家 先看看曼聯受讓評判 曼聯受讓評判 理所當然 標準盤主合和方面 巴塞兩倍或是2.2 或者是高水 曼聯是3.1 入球大小方面 可以做兩球半 兩球半三球 那麼十三小 那麼有信心介紹些什麼呢 那就入球大小的小 兩球半三球的小 怎麼說呢 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看看他們的對賽 說真的 有大有小 是一定的 上場球的 叫做 冠軍杯 叫做球會冠軍杯 也是1比0 1比3 都有的 也可以出0比0 0比2 1比0 0比0 大部分 看看歐聯賽事 四場球 出現了三場入球 是很小的 也是 首回合 曼聯 輸0比2 回到另一屆 輸3比1 也是1比0 就是 首回合 0比0 次回合 1比0 大部分 都是這樣的 我們先看看 近況 我也是看歐聯賽事 上次首回合 輸給巴黎 聖日二門 0比2 回到別人的主場 就是作客 1比3 晉級 首回合 亦是開個小 但巴賽不同 因為巴賽 始終是一隊 非常強勁的隊伍 首回合作客 基本上 就不需要跟你急 或者看定一點來踢 亦開個入球小 回到主場 你的威力 就盡顯了 5比1 在這種情況 說真的 首回合 曼聯 當然不想失球 亦不想輸球 巴賽 亦不怕你攻 只不過一件事就是 入不入到球 真的好看曼聯的部署 好明顯 就是蘇斯卡查 對著這隊 曼聯 非常熟悉 今場的對手 都要巴賽 一定是 單箭頭 防中 多為止 即是 4-5 4-5-1 或是 4-4-2 亦有個 防守中場 在這裏 在這種情況下 首回合 應該是 兩球半三球 入球細 非常穩陣 這場 就是曼聯 對巴賽龍 13少 的推介 入球大細 兩球半三球 細 希望到時的賠率 可觀一點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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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